這要幹嘛 那要幹嘛 民眾驚呼 因為停等紅燈 突然一輛砂石車一面而來 欸 太誇張了吧 你違規啦 狂按喇叭連行人都被嚇壞 換個角度看 砂石車轉彎後 想開進去的巷子 竟是單行道 不過有大量汽機車在停等 冒險逆向 想開進前方的工地 汽機車和行人趕緊紛紛閃避 實際重回現場 大行車在路上來來回回走 事件就發生在22號下午 台北市東華街石牌路口 石牌捷運站旁 這誇張駕駛為了貪快 要開進工地 僅霸道违規逆向闖道 完全不顧民眾安全 與人車交知 負責往來之 道路危險的駕駛行為 是否涉及根本危險 將投資駕駛當案 含請地檢署偵辦 除此之外 包括禁止左轉路段回車 不離讓行人 還有不按遵行方向行駛 警方供依法開出三張罰單 後續還要查 危險駕駛是否涉及 公共危險罪 不讓囂張逆向行為 躲過刑罰 華人姓王主的俊男 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宇傑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傑一起看新聞吧